Hello,大家好,我是Winsky 今天给大家带来UIKIT练习防网易新闻首页的第三节课程 如何编写一个合格的wheelcontroller 在这节课当中呢,我会给大家介绍 IOS平台下wheelcontroller的基本结构 以及wheelcontroller的作用 首先在IOS平台下 我们的每一个应用都是由一个一个的页面组成的 然后我们需要去实现这些页面之间的跳转 以及这些页面本身所应该有的功能 而这些页面呢,在我们的IOS平台 它基本上每个页面都是以一个wheelcontroller的形式存在的 然后在从IOS7开始呢 每一个页面也可能有多个controller 但大部分情况下 我们是每一个页面都是以一个wheelcontroller为载体 所以如何实现一个扩展性强代码便于维护的wheelcontroller 就是我们这门课程的一个重点 我想大家一定都听说过MVC这个词 苹果建议我们在实现IOS应用的时候 使用MVC这样的架构 然后MVC是什么意思呢 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MVC模式的架构图 大家现在看到这幅图片呢 就是MVC的一个完整的架构 然后这个controller在我们IOS平台下 大家就可以理解为是wheelcontroller 然后呢,还有一个wheel和一个model 这个model和wheel是另外的两层 然后呢,wheel包括我们所有的自定义空间 然后以及基础空间 比如说UiButton, UIwheel 然后自定义空间呢 我们比如说我们在接下来课程中会讲到 可以滚动的这样的banner 或者说可以这样自由滚动的segment control 然后呢,model层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层级 它是用来处理数据或保存数据的 然后呢,所有的功能都应该处于model这一层 然后controller呢 是起到了一个中间桥梁的架 桥梁的作用 然后呢,它会把wheel和model统一在一起 然后让它们正常的协同工作 现在我给大家说一下 这三层是究竟怎么协同工作的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实现和虚线 当我们的一个wheelcontroller 它持有了这个model和wheel的时候呢 它就可以对这两方面都进行一个统筹的规划 比如说当我们有数据变更的时候 我们的wheelcontroller会收到这个model的一个通知 通知它我有数据变动了 然后呢,这时候我们的wheelcontroller就会去updatewheel 也就是把我更新的数据显示到我们这个wheel上去 然后呢,当用户有了一些操作 比如说一些点击或者说一些滚动的操作 然后呢,我们的wheel就会通知我们的controller 然后呢,我们的controller会根据当前用户的这些操作 然后再去通知model层进行更新数据 然后呢,当model层更新完数据以后 又会再通知controller 这样完成一个完整的循环 所以说呢,wheelcontroller在我们整个的这个架构中 是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我们很大一部分的编码也是围绕wheelcontroller来进行的 既然wheelcontroller这么重要 那我们今天就来着重说一下wheelcontroller 在接下来的课程中 我会给大家介绍wheelcontroller的作用 也就是说,究竟什么样的代码应该安放在wheelcontroller当中 然后呢,以及这些代码应该如何去安放 也就是说这些代码的层级结构 然后呢,这些都是为了便于我们写出来一个更加优雅 然后更加便于扩展 然后更加便于维护的wheelcontroller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幅图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着重去讲给大家听的内容 最开始呢,我们先从一个wheelcontroller 究竟应该包含什么样的代码 然后它究竟应该是实现什么样的功能说起 首先,一个wheelcontroller 或者说我们的一个应用的一个页面 它会包括很多的wheel 这些wheel有基础的wheel 比如说UiButton,UiLabel,UiTextField 或者说一些我们自定义的空间 比如说在我们接下来的课程中 我们就会讲一些自定义空间的封装 而再然后呢,我们的wheelcontroller还需要干一些什么事情 它需要去获取数据 这个获取数据可以是从网络上获取 也可以是从数据库中获取 但总归来说,我们的wheelcontroller 需要给我们当前的页面来提供这样的数据 至于这样的数据是由我们在wheelcontroller里面直接获得 还是说我们去通过其他的类 其他的模块来获得这样的数据 这个需要根据你当前应用的构架架构 来进行确认 而我们比如说当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应用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应用可能这个页面只有一个tablewheel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在一个wheelcontroller里面 去网络上请求数据 接下来我们来说第三点 就是处理wheel的delegate 大家都知道UiKit的其中很多wheel 它都是有自己的delegate的 然后呢这个delegate可以委托给其他的类来进行 或者说应该说是其他的对象来进行处理 然后这些delegate一般情况下 比如说UiTablewheel 它的delegate就是比如说Cell的点击事件啊 然后一些滚动 还有Scrollwheel 比如说它有它的滚动事件啊 然后TextField有它的 比如说我们点击键盘上的确认啊 这些的回调事件 然后呢它们可以把这些回调事件呢 委托给其他的类来做 而如果比如说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 UiWheelController它负责这个wheel的组织 那它呢当这些wheel的delegate 也就可以来委托给WheelController来做 OK 刚才我们说了WheelController最重要的三个任务 接下来我们来一点一点详细的说 首先是第一点 初始化并组织wheel 这个初始化并组织wheel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我们的一个页面上会展示很多的wheel 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 而我们的wheelController就是负责这些wheel的初始化 比如说一个wheel上有tablewheel 那我们就要初始化一个tablewheel 并通过addsubwheel的方法把它加入到self.wheel上面去 然后呢如果比如说我们再有一个button 那我们还要初始化一个button 再把这个button去通过addsubwheel add到self.wheel上面去 然后这当前我们只完成了第一步工作 也就是说我们初始化了这个wheel 并把这个wheel加到了我们的self.wheel上面去 来显示在这个页面上 然后呢第二步我们需要设置一些wheel的布局 什么是布局呢 比如说我们wheel的大小 我们wheel的位置 以及我们的wheel跟其他wheel之间的关系 这些都是可以被叫做wheel的布局 而我们的wheelController的初始化并组织wheel 这个组织其实就是设置这个布局的意思 我们需要去设置好它各种属性 然后呢这样我们才通过这两步 我们才完成了一个wheel的初始化 以及布局 这样wheelController就完成了它的第一项工作 接下来我们来说wheelController的第二项任务 大家可以看到我在这写到是 这个对数据进行调度 然后一共有两条 第一条是从网络请求数据 第二条是将用户交互传递给处理者 其实我觉得我这第一条写的并不是很明确 从网络请求数据并不一定是wheelController的工作 而它的工作更明确一点说 就是说我应该去拿到数据 我怎么样去拿到数据 而这个数据这从哪来 从网络请求来呢 还是从数据库来 这个其实并不是wheelController需要关心的事情 它可以在自己的wheelController里面 比如说我直接写一个从网络请求数据的方法 但是这样其实是不被推荐的 但是如果你的应用是一个 比如说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应用 我这应用只有一个页面 然后呢我这一个页面 一个页面里面又只有一个网络请求 那其实我们并没有必要把网络请求抽离出去 我们只需要把网络请求写在我们的wheelController里面 就可以了 因为工程的复杂度决定了 你的工程究竟应该怎么去组织 如果它很简单 那我们就很简单的来 然后我们现在来说第二条 将用户交互传递给处理者 这个就写的比较明确 因为我们这些处理者不一定是我们Controller的自己 也可能是其他的类或者其他的模块 当我们用户对在页面上进行了一些点击 然后这些点击或者滚动 然后呢当我们截获到这些事件以后 我们就根据这些事件的不同 然后去把我们当前的这些任务交给它应该的处理者 然后呢这些处理者至于他是去从网络拿数据 或者去数据库拿数据 这就不是我们wheelController应该关心的事情了 他只需要在这个数据被返回来以后 对数据进行一些处理 然后再将它交付给wheel就OK了 我们的Controller只完成这一件事情 哦至于第三点处理wheel的delegate事件 这个我们就不在这细说了 一会我们会在给大家看demo的时候 然后在代码里面给大家展示这一部分的内容 因为这一部分就真的很简单嘛 没有什么可以说的 说完了wheelController的三项任务 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下在这个代码层面 我们这个wheelController究竟应该怎么去组织 因为我们这个课程是讲网易新闻客户端 就首页的UI实现对吧 然后呢网易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对于一个非常大的应用来说 每一个人负责的都是其中的一部分 这样就涉及到大家之间的协作 或者说当这个页面开发完以后的后续维护 这后续维护可能不是你在做 也可能是其他人来做 这样的话如果你的wheelController 写的像一团乱麻一样 这样的话是非常不利于后续的维护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说一下 我们怎么去写一个合格的wheelController 这个合格是在代码层面的 也就是说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 我们这个wheelController中的代码层级的结构 然后怎么去组织不同的代码 不同功能的代码应该怎么样去安放 应该放在什么地方 我做了一张图 这张图呢就是根据我的经验来制作的一个 比较合格的wheelController里面的代码安放的层级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个黄色的这个property 就是我们的属性 然后呢一般情况下我们的属性都会放在最上面 然后呢我们会根据我们这个页面所需要的 或者说我们这个页面的功能 然后来定义我们都有什么样的属性 我们这些属性可以是一些wheel 然后也可以一些数据源 比如说array啊 dictionary这样的东西 然后呢他们会放在最上面 然后接下来 大家看到的这个life cycle 这个就很明确了 我们在我们的wheelController里面 需要实现很多的 由wheelController提供给我们的这些方法 比如说wheeldeload 然后wheelwheelappear wheelwheeldisappear 这样的方法我们都被我们称作life cycle方法 这些方法是在一个wheelcontroller 整个生命周期中必然会被执行的 然后呢如果我们需要在他生命周期的某一个阶段 来处理一些事情的话 我们就要实现这样的代码 然后呢我们这个代码就是放在我们的property下面 然后是我们wheelcontroller提供给我们的这些life cycle方法 然后呢再到下面大家看到了这个wheelsetup wheelsetup是什么意思呢 它就是用来放置我们这些自定义的页面 或者说我们生我们这些初始化的wheel 然后这些都会放在这一部分 然后呢后面这几个我会一会再说 我们接着说下面 然后下面这绿色的大家看到了一个private的方法 这个private的方法其实会相对比较杂一些 然后呢它里面就是放到的我们当前的页面里面 就是我们当前wheelcontroller里面需要用到的一些方法 但这些方法并不会暴露给其他的用户 或者说其他的开发者 然后呢这个private方法里面的东西 只有我们自己当前的这个wheelcontroller里面可以使用 它里面可以是比如说一些数据处理的方法啊 或者说从网络请求数据的方法啊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但具体它是什么 需要根据我们当前wheelcontroller的功能来确定 然后最下面就是我们刚才来说的wheelcontroller的第三个任务 然后是各种wheel的delegate 其实也不一定是wheel的delegate 如果我们自定义了一些类 然后这些类其实也是可以有它自己的delegate 然后这些类这些delegate呢 我们也可以放在这个wheelcontroller里面 然后当当前大家看到呢 就是一个合格的wheelcontroller应该有的代码的层级 然后wheelsetup后面这些列出的这些方法呢 我暂时就不说了 一会儿会在demo的时候给大家看 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们这节课就先说到这里 然后呢我临时决定把这节课分为上下两个部分 然后刚才我们这节课的所有内容 就是我们的上半部分 也就是实现一个合格的wheelcontroller的基本结构的 我们暂且算为基础部分吧 然后在下一节课当中呢 我会以demo的形式给大家实现一个wheelcontroller 然后让大家有一个更加直观的认识 OK 以上就是我们这节课的全部内容 非常感谢大家的时间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的课程 我是Winsky 大家下次见 拜拜